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撇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震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芒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是 美国 常务副国务卿被称为印太沙皇 原来他也挺老实的 他在一个国会听证会上 就是说印度自己的信仰和利益 但是他是一个强国大国 我们永远不会成为 我们美国正式的盟友或者伙伴 但他也说 美国仍然可以和印度 是在全球舞台上建立 尽可能 他也挺老实的 尽可能 尽可能是尽可能的 尽可能是勞固的关系 但是尽可能勞固的关系 要看你能够更多实理 对的 印度很精明 是的 印度很证明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什么是普世价值 他肯定也跟你说 普世价值 还有其他东西才有普世价值 你看看 当这个最搞笑 因为他们在听证会上 有共和党议员提问 坎贝尔 即是印太沙皇 莫迪和普京揽头揽计 7月初的时候 最搞笑的 你知道他有什么神情 他一边就说 这张照片 即是说普京和莫迪 不是有张照片 揽头揽计 又说是真正好朋友 他这个神情很搞笑 他就说 哎呀 很头痛 你很笑 笑死人 这位呢 亦是知名的反卖医员 叫李斯 他就说 有时候呢 他一边就拗头 一边掩住 他说 有时候 这是沉重的负担 你知不知道 在我老海当中 他不是这个 是叫做 背气丈夫的女人 他说在我老海当中 就是普京 心心抱着莫迪的画面 这个好笑 我看到这个画面 我就不开心了 呃 没办法的 那你不开心 一向都很好的 对呀 人家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的 对呀 苏联年代 就已经是这样了 其实 他们这个听证会当中 就是 又再 在苏联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 李斯就说 为什么你这样 这么亲密的 我不想见到 而且看到 两个笑得都很真诚 是 两个笑得都很真诚 那再看一看 所以李斯就说 哎呀 这个 是 他说当看到两个人 抱着拥抱的时候 是一粒难以下咽的苦药 来的 好苦啊 他就承认 是 好像 一些 女朋友被人抢走了 或者是偷吃的 是吧 他也承认 印俄拥有地理位置和历史的重要联系 你知道就好了 是 并且印度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但是 他仍然很难接受 好像情侣 我仍然很难接受 普京抱着莫敌 那一刻 很好笑 对峰贝尔说 安慰一下他 美人关系 可能是美国需要处理好的 最重要关系 同时 两国僑民都希望 两国建立更好的关系 他也说 美人在教育科技和军事情报方面 现在加强合作 我们相信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 是扭曲了印度 行动的轨迹 这个举动很有影响 并且是符合我们利益 其实他的意思是 我们要让印度转一转态 是不可能的 他知道你要他顶住中国 坑贝尔也向李斯表示 最难记住的事之一就是 印度是一个大国 他有自己的信仰和利益 利益永远 都是凌鸣与和我们的关系 所以他说 永远不会成为我们 美国正式的盟友 而且是伙伴很老实 他说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信仰 和他们有他们的利益 如果中国也一样 但你就当中国是敌人 是吧 坑贝尔也说 虽然如此 美国仍然要和印度 在全球舞台上 建立尽可能牢固的关系 牢固? 看看你给他多少东西 牢固 他之后 也说 印度希望在全球范围内 是发挥负责任的作用 他就认为 我们可能会听到 印度人更直接介入俄乌战争 不可能 直接介入这些傻子 这么远 而且 普京帮他做了个信水人情 普京是叫那些在前线参与俄军的印度人 全部送到印度 是吧 傻子 普京算是卖了人情给他的 他也说 我们也很感谢 你看 见到印度 所以印度他就知道 你这么害怕我 我用尽力吗 你要我顶住中国 你说的 这个美国也算是很温和 我们表示感谢才对的 如果中国 习先生 当然也见过普京很多次 但是他们说 中国你不可以这样 为什么跟普京这么密切关系 但是 习先生好像都没有这样 整个人抱着 没有那么厉害 金帝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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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帝也有车祸 对 这么忍得印度 就认为印度希望全球发挥 是负责任作用 因为世界上很少国家 像印度那样 是可以和其他全球南方国家 互相吸引 我们也需要尋求 非洲和其他国家 和印度合作 他的意思是 用印度吸引南方国家 因为他们觉得 中国在南方国家这个领地上 影响力很大 但是我们之后也说了一个知名西媒 他也说了 中国是赢得南方国家的方心 但是你不要忘记 印度有可能比不起中国 就是起基建 以及比银 行不行 亦被问到 坎贝尔就没有问到 其实有什么办法 印度是否有回应 印度驻美国大使 也重申了印度外长苏杰生 在29日在日本东京的表态 苏杰生就说 需要直接参与 其实印度说话和中国差不多 就是我们需要 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 劝和速谈 印度是会和 双方都保持联系的少数国家之一 中国也是 巴西也是 他就认为 我们会更加积极主动保持联系 但是他没有说更加直接参与和好战争 你不用想这些 他哪有可能 他有什么好处 他就说打仗 因为7月8日 印度总理莫迪 就是对俄罗斯进行了两天的访问 这个也是莫迪 你记住 是奥战争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 而且 也是他重新当选 印度总理第一个访问的国家 就是俄罗斯 是亲所有别的 你不用多说了 也是他第三个任期首访的外国国家 印度媒体也说 莫迪 8月8日也访问乌克兰 目前一切都筹备当中 相信外界 可能也是叫莫迪 全些 是华语给普京听的 他究竟什么时候 最可能是8月23日前后 之前说8月初 现在还没有 原来在访乌期间 莫迪可能提出 由印度出面调停俄乌战争的想法 当然之前中国巴西也试过 看看 其实莫迪访问莫斯科 是激怒了扎连斯基的 社交媒体就炮轮莫迪说 很失望的对你 看到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领导人 在莫斯科 和世界上最冷血的犯罪集团首脑 就是指普京 冷头冷静 令人失望 同时也是对和平努力毁灭性的打击 这个就未必 这个未必 可能做到些事情也不奇怪 你说什么 印度外交部 你生气他也生气 你生气我也生气 你生气我也生气 你生气他也生气 他就立刻召见了乌兰主任大使 抗以扎尼斯基针对莫迪的言论 受到这件事件影响 印度更加玩意 他是决定推辞了筹划已久两个国家文化联合工作小组的会� 莫迪也令美国不安 其实美国国务法人也说 美方已经直接向印度表明了对印俄关系的担忧 你不用担忧 因为他一直都会这样 以后有什么战争 他一样会这样 因为都是两个字 你吸了他什么 是的 你是叫别人去投资 但你不要忘记 该投资也差不多了 因为已经几年了 他跟中国自从16年 特朗普上台 已经大把闯迁了 不经不觉是八年了 其实很多投资都已经去到了很久 当然莫迪也说了一句 我们是真朋友 普京也说接待这个好朋友 我相信他们 我觉得他跟俄罗斯关系 因为由苏联到现在 事实上他们的关系长久很多 可不可以这样说 你要吐槽 但我早就跟他们好关系 不然 其实去年 这个美国和印度媒体 都是潑了冷水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 莫迪曾经被美国拒绝签证 说要拒绝他十年 因为他侵犯宗教自由 你知道他对穆斯特不好 十年这么久 对 当你顶着中国 不得了 不得了 不过之前的事 他当然是假扮看不到 去年 拜登不是高规格地接待莫迪 莫迪 莫迪进行了旋风式访问 亦说双边关系 转接点你情悲 但是 这个是《华盛顿邮报》 和民主党比较亲的报纸 他说 不要天真 亲爱的美国朋友 印度永远不会成为你们的盟友 喂 很棒 他真是先知 去年6月23日的文章 咦 是不是他也是先知 所以堪贝尔现在看到 哎呀 《华盛顿邮报》说得对 原来是一位 这个刊登的是一位 印度的资深电视记者的文章 他投书《华盛顿邮报》 那直言呢 印度在不结盟的政策之下 美印这个政治婚姻呢 其实你不用指望 是对抗中俄 起码他不会先对抗俄 他也说 《华盛顿》 可能会失望收场 我猜不到 年多之后的今日 坑贝尔说的东西 居然是和这篇文章说的 很一致高度的 高度一致 那就是说 印度永远不会成为我们的盟友 这个是美媒当年说的 是引述一位印度资深记者说的 就是印方这样跟你说 现在你终于明白 的的确确 你永远都不会成为我们真正盟友的 因为美国媒体和印度媒体 亦都是分析说 虽然美印两个国家 在会谈当中 宣布了多项防务的交易 但是印度不太可能 在台海和南海局势上 好像按照美国的做法去做 它最多就是 在中印边境顶着中国 这个就是和现在做的一模一样 在经济上 其实中国对印度影响力很大 为什么呢 中间产品有很多来自中国 原来他们也说 半个世纪以来 华盛顿一直打算是影响印度的政策 但是非常失败 半个世纪以来的事实没有改变到 到今时的一刻 这位专家来自澳洲科亭大学 在KL也有个分校 如果美国人有人认为 印度即将在中国和俄罗斯的问题上 站在他们那边 根本只是四个字 自欺欺人 坦白说 中国可能会 对抗中国也会站在西方那边 始终他和中国有 为了领土狗分 但是俄罗斯怎么会 这么远 而且俄国能够给他好处 是的 很多 对抗中 其实现在说真的 西方引度 都是因为他有价值去抗中 去年6月20日 莫迪日记得 多威胁 去华盛顿访问 白宫也为他安排了 是抵达和离开时的仪仗队 声势很大 浓重豪华的国宴 以及和白宫一佳之格的 一个叫布莱尔郭斌本的著足 在他之前 原来只有09年11月 访问在印度的时任总理新格 是有这个待遇 从14年上台以来 莫迪六次访问 但这是他首次以外交最高规格的 国室访问出访 作为政府首脑 其实总理通常应邀进行正式访问 而并非国室访问 只有像兼任政府首脑的君主和总统等等的国家元首 才能得到国室访问的邀请 在拜登任来 当然 其实去年 上年阿周还是很精灵的 一年的光景差很远 真的差很远 因为今年6月变论 是粗劳吧 其实老人家也是这样的 一年真的不同一年 休息一下也好 是的 休息一下 因为要令他和日本和街 还有就是唱歌跳舞的阿渊 尹石穴 但值得一提 其实在担任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 记得当时 BBC也是整个纪录片弄成BBC 当地又是重大的宗教冲突 人家就说莫迪放软手脚 令到很多穆斯林离世 原来那时候令伊连的时候 美国是他签他 当然了 登上大位 我现在有权 做了总理 市任总统奥巴马就解除了这个封印 可以去美国 那印度 其实印度媒体也说明 印度并非美国的盟友 至于莫迪 为什么有这种 在这么破格的待遇 白宫没有解释 最记得白宫说 我们不做印度人权教师 现在坑贝尔也这么说 可不可以这么说 其实在靠印度顶住中国的问题上 美国是不敢说意识形态 选择了是无实 但是其实 双方的潜台词也看到一件事 其实白宫的南草平 举行国事访问的 是欢迎仪式上 美国总统拜登 在印度国歌 响起时 他也将 手放在空前 敬礼 多厉害 这个是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 听我们各个事后都敬礼 美国总统拜登和莫迪 两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议 发了联合声明 虽然莫迪没有直接谈中俄 拜登只是在记者会当中 只是说了中国 但是联合声明似乎是对中俄两国 你错了 其实说俄罗斯也很少 他只是说 对我战争深切关注 就是这句话 并且说 可怕和悲剧性的人道主义后果 表示哀悼 他一句都不敢批评俄罗斯 当然联合声明就是说 东海南海当然是挫中国 就说破坏性的行为不行 并且强调国际法和航行自由的忠声 就说当代世界秩序 是建立在联合国宪章 国际法和尊重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之上 其实说真的 这句话你觉得 一有些社会解答 他就是批评普京 听你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 他如果是你掩住 大陆说话都一样 对吧 真是傻 这是你的制裁 不然这个印度的 印度斯坦时报 亦都说你不用知道 我们当你朋友 结果美国的外交政策 这本书是国务院旗下的 他知道了 亦都说 其实两国之间并没有问题 但这场政治婚姻很难 亲爱的美国朋友 你相信一样 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盟友 是的 实际上是的 你也看到 对阿周 这个莫迪是公公敬敬的 我反而觉得 莫迪见到普京 好像比较轻松一点 真的好像是家人的感觉 大家觉得很久没有见到 但对阿周 当然是公公敬敬的 好 那这次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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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